天猫魔盒 打开包裹前先要注意防止撕破快递单上面的发票 接下来让喵喵介绍一下天猫魔盒里面的成员 你将看到一个天猫魔盒的主机 一个遥控器 两节7号电池 一条电源适配线 一条HDMI高清视频线 一份说明书 一张天猫魔盒的慰问卡 以及一份三包屏障 这是天猫魔盒的自带遥控器 这是电源键 这是上键 左键 下键 和右键 这是主页键 这是返回键 这是菜单键 这是音量键 这是M键 能够一键电视秒杀哦 这是天猫魔盒的AV接口 用于没有HDMI接口的老式电视机 这是天猫魔盒的恢复出厂设置的小按钮 这是天猫魔盒的USB接口 可以用于插入摄像头 鼠标 键 键 或者是游戏手柄等等 这是天猫魔盒的网线接口 用于插入网线 但是天猫魔盒同时自身也支持无线WiFi哦 这是天猫魔盒的HDMI接口 这是天猫魔盒的电源线接口 将电源适配线插入电源接口 一定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插错哦 这是AV接口 这是电源接口 将电源适配线的插头插入插座 将HDMI视频高清线插入天猫魔盒背部的HDMI接口 插入了HDMI视频高清线 就不用再用AV接口了 将HDMI线的另外一头接入电视机背部 有的电视机背部有多的HDMI接口 认审其一即可 将网线接入天猫魔盒背部的网线接口 天猫魔盒自身也支持无线WiFi哦 将网线的另外一头插入路由器即可 如果部分用户的电视机背部没有HDMI接口的话 可以前往天猫魔盒旗舰店购买一转三的AV线 将黑色的J头接入天猫魔盒背部 其余三头按照颜色一一对应 接入电视机背部即可 是什么? 是什么? 好 感谢观看